哈喽 大家好 我们现在从刚才的七号馆 现在来到现在的三号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大样底芯3C5要掌管前 我身旁这位是大样底芯的张总 来 张总 您好 首先感谢你来参加这个找会 因为你看身旁这后面这个大家伙 我也不是很清楚 来 你来给小伙伴们大家介绍一下 后面 后面是我们公司最新研发的 一个双舱连续式的动摩机 那这个动摩机呢 有在传统的动摩机相比上 有一些它的功能很好的优势 第一个把它生产效率比较高 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是说 主舱体里面保持真空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连续的进行产品的生产 这样的话在生产效率的提高方面 会有很大的进步 第二点呢就是说 我们这个设备在 它因为它可以连续进行运作的话 保证就是防止了这个枪体 再一次破真空再重新再抽气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在能源损耗 能量消耗方面 就很大的节能的一块优势 另外一个 我们采用了一个全智能化的这样的管理 这是也是我们在 就是说工业设备领域当中 对于智能化这块的一个应用 可以整个智能化的 对整个设备的故障 还有它的一个 检修和维护方面 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这是我们应该对一个设备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提升 另外现在这种连续式的杜膜机 实际上在于 对 像这种连续式的杜膜机 在于现在世界范围的 这个范围的杜膜行业当中 是比较领先的一种技术 这种技术将采用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 对于模细 还有一些工艺方面的 一个开发和应用方面 也满足着客户对于 复杂工艺的一个要求 进行了一些设计 大概就这样一个量 你看把公司也介绍一下 来介绍一下我们 开阳鼎心那个技工 我们公司是一个 主要一个设备的研发 和生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那么实际上我们比较 看重的是一个 对于客户的话 对于最新的工艺 因为薄膜应用 现在已经随着产品的 发展应用 还有产业的提升 对于新的工艺 和新的技术应用比较多 但我们都是根据 新的技术和工艺 来进行设备维护 来进行设备的研发和生产 那么老的传统的方式 都是往往提供设备 和工艺给客户 那我们现在采用的理念 是什么 根据客户的工艺 来设计我们的设备 这个是对一个产业 提升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前提 工艺的生产业 创新 与于这国家的成熟 其实我们 代言点心这里的话 它这里的一个真空度目设备 应该都是全自主研发的 全自主研发的一款 真空度目设备 其实我还想知道一点的 就是因为目前的 今年的这个 就是或者这样说吧 就是你看有没有 在公司在未来三年到五年之内 看公司有过什么 一个好的规划 你可以跟大家也聊一聊 对于公司未来的规划 就是说 按照国家的这种政策 一个产业升级 还有一个对于 甚至物联网这样应用 或者新的工艺的应用 就是研发产品 像研发成果 像产品转化这一块 那么我们也跟 很多的这种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进行合作 开发新的产品 对于说 尤其光学方面 一个新的一些技术 在设备上 或者在生产工艺当中 实际的应用 提供了这样一个 很好的一个 就是说 研发的一个平台 那么同时也是一个 将科研成果 向产品转化 和产品那个生产转化 这块 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我们在未来的 三年五年之内 也是以这个为 指导思想 来从根据那个 现在新的这种 技术 或者是工艺的应用 来开发我们 现在后续的产品 同时呢 对于 也是在就是这个 智能化 还有这个互联网的 一个比较发展的签计下 使得物联网 或者是这个 工艺智能化 在设备 使用当中 还有用户使用当中 体现它的实用的价值 这个也是 下一步的研发的一个目标 那感谢我们张总 对公司 其实它三年到五年的话 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规划 那这样 我们最后还是希望我们张总 给我们这个光博会 举办方 来带来几句 这个祝福的语言 送给大家 首先呢 非常感谢这个 光博会给我们这个平台 那么其次呢 对于光博会的一个 个人的意见 就是说 按照国家现在的一个 一个倡导也是 对于产业升级 还有技术方面的一个 就是 更新换代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我希望那个 咱们那个 这个光博会们 尽量为 为这个像技术一个发展 或者技术的升级换代 这样的话 就是产业升级这一块 能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 这个安排 或者是这些工作 谢谢 其实我这里 也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 其实它这个镀膜机 是怎么说 就是我们 举个简单的例子 代表我们现在 要用到那些光学镜片 在一开始的光学镜片 表面是没有膜的 它这个镀膜机 就是把不同的膜 镀上去 起到针透反射的作用 现在目前它的设备 是纯过产 纯素质研发的 设备 那最后我们还是希望 那个张总这里的话 参战成功 谢谢 好